最近女王有點小感冒 小感冒了 今天是吐槽生活小妙招 上一集近來有人在留言區敢跟我說 要要我發現這隻小妙招的素材一點都不好笑 要確定耶 所以看到這個留言以後 女王就下令我身邊所有的小幫手和經紀人 請他們給我去找最厲害的小妙招素材 我還跟他們說 你們如果沒有找到好笑的素材 請你們直接臨死 女王就是下令 命令你們要找出最好最棒的素材給我 所以今天女王是來學池的 馬上開始 媽媽不在家 爸爸哄寶寶睡覺時 發現寶寶怎麼都不肯入睡 這可如何是好 嘿嘿 有了 拿了孩子媽媽的照片放在頭上 這樣孩子以為是媽媽沒在身邊 這樣寶寶就能乖乖的睡覺了 請你們這些爸爸們不要鬧耶 你戴那個面具寶寶看到直接 啊 嚇死 你根本就不用哄他睡覺 寶寶看到你直接嚇 救護車來在 當我們迫不及待的穿上剛買回來的鞋子 發現鞋子太小了 令人非常的煩惱 我們可以將鞋子送給男朋友 讓他穿在手上 這樣男朋友每天暴力的出門 這樣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 小姐 你鞋子買錯尺寸可不可以直接拿去店裡換 為什麼一定要送男朋友 還讓男朋友穿在手上 當你男朋友真的很可憐耶 你讓他穿在手上幹嘛 是直接這樣爬去馬西團上班嗎 小姐不要鬧 上課時同學老師喜歡吃零食 還不給大家分享 等他出去接電話的時候 我們在薯片罐子裡 放平開了的可樂 等他回來的時候 都能到一桌子的可樂了 等一下 請問你們可不可以好好的上課 你們一下吃東西一下接電話 一下吃東西接電話到可樂 倒在桌子上 老師直接說你們通通給我退學 你們都不要來上學了 在學校為什麼要給我那麼忙啊 如果那麼忙真的不要來上學了 一直在那邊 有的沒的有的沒的有的沒的 反不反啊 你們真的是一群壞學生啊 通通給我退學 辦公室裡小美拿出一把剪刀 把小莉的頭髮尾部給剪了下來 她這是要做什麼呢 她要做什麼呢 只見她將剪下的頭髮 按在一個木棍上 接著把她當作化妝刷 沾取一些腮紅往臉上輕輕的塗抹 這個時候小莉看見了也想借來用用 卻發現這好像是自己的頭髮 非常的 小美 你真的是辦公室破壞 你要化妝可不可以自己去買 一支新的化妝刷 為什麼一定要剪別人的頭髮 為什麼一定要剪同事的頭髮 你真的很過分耶 當你同事真的很可憐 如果我是你的同事我會這樣 小美 聽說你很喜歡剪人家頭髮當化妝刷是不是 你有種剪我的啊 我直接把你剪成光頭 媽的 真的是辦公室破壞 趕快給我鼻一支 老娘不小心看到你 我們一邊跟客戶打電話 跟客戶打電話 一邊記錄著通話內容時 手機很難固定在耳朵上 這是只需拿來一陣透明膠布 像這樣緊緊的將手機粘在耳朵上 不好意思 先生 你不知道手機上有個過音的按鈕 你按下去就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你還是可以繼續按你的電容辦公 你手機是可以開過音的喔 不用這樣子把它貼貼貼貼貼貼在臉上 你到時候要這樣死下死下 你臉會很痛 這個小妙妝真的很糟糕耶 當我們去看電影時 檢票員不讓自帶奶茶怎麼辦 只需將奶茶倒進爸爸的潛水淨裡 然後帶著去看電影 這樣就能跑過檢票員的髮眼了 邊看電影邊吃真是別有一番風味啊 來大家看一下 他眼鏡戴這樣 然後裡面要裝奶茶還有賣片 這樣從售票員旁邊經過 我想請問一下售票員的眼睛是被幹到嗎 真的要先去看眼科耶 弄成這樣還沒有看到耶 真的眼睛被幹到 還有如果你們看電影要那麼麻煩 要在那邊東用用西用用 在那邊用一堆花招的話 我真的建議你們不要去看電影 在家看就好了耶 用手機看 在家你想吃什麼都可以 我不管你需要用麥片泡澡 用奶茶泡澡 我隨便你要泡 真的是在軟銷耶 阿壽票員也是在軟銷耶 隨時可能踩到別人家狗狗留下來的便便 把氣球吹滿氣 腳踩在氣球上 便用力踩扁放氣 這樣鞋子就有了一個鞋套 再踩到便便 就可以直接把氣球鞋套拿下來扔掉 那個大便一坨在那邊那麼大一個 你為什麼不可以直接這樣繞過去 你就是故意要去踩哪 繞過去很難嗎 我看你們就是故意要去踩耶 哪裡有大便 你們就去踩哪裡 我看你們頭腦裡面真的裝大便 半夜起來吃宵夜 可是又不想弄髒桌子怎麼辦 只需將宵夜放在凳子上 然後坐在桌子上吃 這樣就不會弄髒桌子了 你乾脆把宵夜放在地板上 然後 這樣不是更快嗎 不用在那邊爬在桌上 下個製造 請你直接跟我一樣 這樣學狗 不是優雅很多嗎 每次化好美美的妝再去洗澡 可是洗完澡出來後 發現妝都花了 令人非常的煩惱 只需拿來三個試舉巾上的蓋子 像這樣分別沾著眼睛和嘴巴上 這樣就能放心的洗澡了 洗完澡後發現妝還是美美的呢 來 首先 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你要化完妝 再去洗澡 然後你把那個獅子巾的上面那個頭 打下來掛在臉上 真的很低能欸 你們這些生活小妙招可不可以正常一點 你自己看照片 這樣真的正常嗎 小姐 請你離開 不要鬧 男神約會時 隱形眼鏡不小心掉進杯子裡 怎麼都撈不出來 場面十分尷尬 這是只需將飲料倒在臉上 這樣就能化解尷尬 好 最後一個小妙招 女王來嘗試一下吧 啊 隱形眼鏡大字卻 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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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解決尷尬呢 這個小妙招真的很不錯 還是很漂亮 神經病欸 不要鬧欸 小妙招不要鬧 好 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先小補一下妝 很漂亮 女王跟你們分享 最近女王是在進行一個減肥 最近有變瘦 因為我早上的時候都會先喝一個黑咖啡 然後消消肿 And 我有時候會在房間做一檔 所以我最近的身體 整個body 是一個有銷售的感覺 你們覺得有嗎 有吧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耀耀最近心情真的不錯 因為最近有很多廠商早上耀耀 甚至有電視節目 Oh my god 然後我的經紀人最近就是有一點像瘋狗 因為他每天早上睡醒 就是開始接廠商的電話 一直 Oh my god 你們要找我們女王嗎 我們家女王真的有點小眉空欸 女王真的是很漂亮欸 各大廠商都搶著牙 好啦 最後不要忘了幫我訂閱 按讚 我要去洗澡了 剛剛那個小妙招 讓我太辣了 好沒什麼 隨便 看人家 蹈進去 离